長度這麼長 一次過遮蓋了很多頸紋的頸一半 大家好 我是阿May 我們經常做臉 又要V面 又要流通淪巴 很忽略的是頸 頸會出賣我們的年齡 我美容師跟我說 頸不是這裏就是頸 頸皮膚包括這裏 這裏是衰老 如果皮膚向下鬆弛 這裏就有很多打橫的紋 皮膚向下鬆弛 保護頸部需要專用的美容儀 這裏給大家追我拍 給大家怎樣用 已經很久了 我要跟大家說 這裏是日本製的 是V面的美容儀 它有聲波震動 有熱 有EMS 這個長度 大家會覺得很適合頸部用 一次過這樣鬆弛 整條頸都已經遮蓋了 其實原來它不只是做頸 它是通淪巴 頸部 肩膀 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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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這樣鬆弛 它要來回滑動 要有滋滑的東西 例如露蕉瓶 我會配合這支慢用棒 慢用棒 不用我介紹 大家都知道 它是去頸紋 我覺得就這樣塗它已經很不錯 但我塗它來做機 所以現在我示範一下怎樣去做機 這個慢用棒 我把它掃在頸上 平時都是這樣塗的 接著這部機要長按 長按開關 即是一粒鍵 第一個模式是綠色的燈 它是cleaning 短按第二下是變紅燈 這個就叫EMS模式 EMS是微電流 跟皮膚接觸到時會有電流通過 提升彈性和去頸紋 主打是用EMS去頸紋 第三這個模式是熱的 它會熱加震 三個模式都會震 但藍色第三個模式是熱 它會有45度的溫度 你敷著 即是在這裡震著 不知聽甚麼 如果你自己碰皮膚去震 不碰皮膚 現在是不震的 一碰就震 這個聲波震動已經有很大的功效 然後剛才我塗了萬用棒的油 現在滑很多 但護理頸部很容易 看到我不用用力也不用很重 現在我用熱模式敷一下頸 去將我們剛才的萬用棒的成分 再深入一點 其實如果用EMS的感覺是怎樣的呢 短按 總之是短按 你看到紅燈 這個就是EMS 現在這樣它是不會 因為未接觸皮膚 它就不會震的 一接觸就震 這個就是TRIGGER 它開還是不開機 就是這裡 它4分鐘自動會停 所以一停之後 我做了4分鐘 大家看到我 這個長度那麼長 一次過遮蓋了我的頸紋的頸 一半 向上上下掃 方向不是很重要 只要不要大力拉 因為這個頸 拉扯也會影響到皮膚 免免有皺紋 同時如果你去到下額 這些地方到震的時候 都可以幫我們塑造V面 讓我們雙下巴 你明白嗎 我們的雙下巴是很厲害的 所以這一個 很多朋友都說 他很有興趣 因為真的頸部護理 很缺乏一些這樣的儀器 用儀器怎樣都好 就這樣塗東西 就這樣塗東西 當然有很多頸膜 要幫忙去護理 其實頸要護理 如果出現了頸紋 和弄得好像壞人 你要去拯救它 比你拯救臉部更難 比你拯救臉部的皮膚 因為頸皮膚原來看似很粗 但其實很薄 很脆弱很薄 還有一件事就是 其實做完這件事後 就會令頸部比較幼 剛才我是不是做這面 有沒有割得頸部比較幼 因為通淋巴的效果也很不錯 所以頸部比較幼 就比較瘦 這個道理大家都應該明白 如果清潔面膜要怎樣做 就剛才第一個模式 你塗了清潔啫喱 Cleaning Oil或Gel 向上掃 可以掃地 如何清潔呢 用一些離脂方法 去吸附一些髒的物品 離開皮膚去清潔 所以這就是簡單的用法 所以我覺得一邊塗一些 可以去頸紋的產品 然後再加這部機去做 其實是事半功倍 這件事不用那麼多時間 就做得更快見效 看到效果 接下來我們還有很多新的東西 要介紹 記得追蹤我們 訂閱我們的頻道 以及按鈴鐺 按鈴鐺